尊敬的王英秋校长 尊敬的刘备副校长 惠平副校长 及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洛杉矶的复学理博士 现任美国国际教大学副校长 兼技教纪推广学院的院长 同时我也是世界整合医学学会联合会的 终身执行主席 今天受主席王英秋的委托 代表世界整合医学学会联合会 对美国国际教大学25周年庆 表示热烈的祝贺 25周年不容易 这也是我们美国中医发展史上的 一个部分 这两年呢 在疫情期间 各方面的活动尤其不容易 但是我们世界整合医学学会联合会 恰恰是在疫情期间 利用了网络 和全世界的所有医生联系一起 来和病情和疫情做斗争 而发展起来的 其实最开始就是 在路标教授的发动下 一些医生主动的送医送药 给确诊的患者 一个美好的义务的发新 慢慢的呢 我们建立了20个微信群 在此基础上 在我们王英秋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得到了全世界各个学术团体的支持 我们现在已经 有280位全世界著名的医生 来大会发表了演讲 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也有全世界的几十个国家 参与了我们的会 我们也正在 蓬勃的发展当中 也希望得到大家继续的支持 整合医学 方心为爱 他因为以人为本 综合了现代几乎所有的医学 西医中医 脊柱神经科 物理治疗 甚至太极气功 瑜伽快乐运动等等 只要对人体有帮助 各种中草药 各种维他命 靶相药物和干细胞都包含在内 所以越来越得到大家的支持 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的疫情和常新冠 我们也做了讨论 并且研究了一些宜兰杂症 如耳聋耳鸣 中风 太极气功 运动医疗出方的研究等等 我们以后还会继续的一起来交流技术 提高友谊 在此我在仅代表世界整合医学学会联合会 对国际医药大学的25周年 请再次表示热烈的祝贺 也祝所有的朋友们 春节快乐 兔联吉祥 身体健康 事业兴旺 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